终止二军冠军赛 2比2平手的忠信兄弟跟乐天桃源要进行Game 5出死战 结果黄山军开局猛向出闸 一局下就由王八王胜伟超出二累安打攻占得点圈 随后在林书一护航下回来攻下第一分 二局下再下一城 2比0 虽然暴力源在四局上靠着廖建復的杨春炮追回一分 但他们今天的先发投手苏俊宇实在压不出对手 五局投球被小五占打看起来不多 但串联起来就是重伤害 加上队友守备15丢掉四分里面有三分是自责分 黄山军五六两局再分别进账两分 6比2已经拉开安全距离了 话说他们今天真的是头打俱佳 打线部分王八跟杜嘉明都缴出四支三猛打赏 先发五折元则是5.2局9K只掉两分 搭配陈伯豪接力守城 中场兄弟就以7比2大胜过关 卸赛3比2获胜 勇夺六年内的第五座二军总冠军 继续来看到完场兄弟和桃源一军的较量 桃源先发增人和前六局微风八面 只被敲两只安打4K50分 搭配打线开局安打串联 林宏玉 梁家荣和郭勇为先后建功 暴力源一局上就吃下三分大局 早早取得3比0的领先优势 连看一切都是那么顺风顺水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对增人和来说 一切就毁在七局下 两只安打一次保送满壘的危机 偏偏这时候上场打击的 就是昨天敲出再见拳雷打的大师兄林志胜 有禁元保送这个选项吗 没有的话那就只能硬碰硬哦 哦那就不好意思咯各位观众满贯拳雷打 4比3一棒逆转超前 重点这是大师兄生涯第289号拳雷打 追凭森林王子张泰山并列联盟史上最多 恭喜老爷赫喜夫人 但大师兄的个人秀还没结束 八局下他又来了 这次没有轰出场外 但分数进账就是可爱 6比3兄弟最佳保险分 最后黄山君就以6比4 击败乐天桃园 终止例行赛画下完美注点 回来投资台这种报道